主持人 季老师 继续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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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掌声鼓励 召唤 季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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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用掌声欢迎 会议主持人 刘传仁双钻齿 大家好 今天是季老师 先拍所有贵宾 季老师 还有季季大哥 还有季文健 先拍所有贵宾 还有所有在场的新老朋友 大家晚上好 我刚上台之前一直在想哪一个故事最能描绘我现在的心情 我就想到老师以前是这么说 他说有一天有个老张 他就一直在房间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从八九点吃完饭之后 一直走来走去 走到晚上一两点的时候 还是睡不着觉 他老婆就看着他说 我看观察你一个晚上 一直在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你到底在烦什么 他说 你不知道 我欠对面那个老刘 欠十万块 我已经拖了好几次 约好明天一定要还他 通通就还啊 但是我到现在一毛钱都没有 我想想就好紧张 我看着他啊 我就不能帮我